到赫尔辛基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 我今天在赫尔辛基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HOST的家裡放行李 等一下要搭渡輪去塔林 放完行李了 現在要去搭公車 然後要搭大概20分鐘才會到渡船的碼頭 這一個是中央車站 這一個是進入焦點 這是我要坐的郵輪一個Crowine 這個郵輪超大 它跟一棟大樓一樣大 2號碼頭 7-2 然後拿這一個公司的航班過去 現在都先搬戶機一樣 要先來個人這裡確定 拿到登機證了 直接進去就可以 超級無比多人 上船囉 下面都可以車子開上去 這個船總共有9層樓 每一層樓有不同的公用 這裡有Casino 這種機台 這裡有一個演奏台 然後很多的座位 裡面還有咖啡吧 酒吧 很多人手上都拿著一片啤酒 這裡有甲板 可以直接到外面 可是外面現在就要下雨 所以沒有開放 這個床真的很大 是有一種在逛百貨公司的感覺 而且它不只百貨公司 它還有旅館還有餐廳 很豐富的店家 還有給小孩子玩的遊樂場 超酷 看起來很好吃 這裡有buffet 一個人17歐 有免稅商店 它賣衣服包包 它第三 第四 第五層都是 停車的 第六 有一些商店 跟住宿 第七都是住宿 然後八跟九是餐廳 這裡是免稅商店 這裡全部都是賣酒的 各式各樣的 超級多 這裡是賣零食的 有很多糖果巧克力餅乾 這裡很像八百貨公司 走年輕 餐廳就會接一位男球 顏色電影機嫩的人 台上有免費的WIFI可以連接 我終於找到位置坐下來了 我要來吃這個 這是芬蘭南方很著名的一個糕點 它聞起來是糕餅類的味道 好帥喔 它外面這個黑黑的是黑麥麵糰 然後裡面的是米粥 通常會搭配雞蛋跟奶油一起吃 單吃是沒什麼味道的 要出口了 到塔林 這個就很像要下飛機的連接的走道 可是這是連接船 所以一個船班真的有很多人 剛剛搭的船 它就像停在岸邊的一棟大樓 這裡的建築有一種中世紀古城的感覺 塔林是愛沙尼亞的首都 它在愛沙尼亞的北海岸 它離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距離只有80公里 所以搭船大概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塔林全國的總人口數大概是45萬人 它曾在2011年當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現在來超市看一下塔林的物價 一條半公斤的吐司 1.09欧 2公升的可口可樂 1.79欧 1公升的牛奶 1.19欧 10顆雞蛋 1.99欧 500毫升的啤酒 1瓶 1.69欧 我剛剛買了一瓶倒板的可樂 這裡有好多的花店喔 我後面這一座是維魯門 它是建於14世紀塔林城牆的一部分 是當時候第一座入口大門 看到現在已經有八座大門了 這個城牆環繞了整個塔林的舊城區 城門進來就長這樣子 這裡有一條非常狹窄的街 很酷耶 它叫做Katarina Kaik 走進來就是這樣子 有一種中世紀的感覺 這裡一面牆都是14到15世紀的事 它原本在教會裡面 把它搬出來展示 這一棟是塔林最古老的藥店 它從1422年營業到現在還有在營業 一進來就聞到濃濃的藥味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介紹藥店的歷史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苦瓜 好 開啟動 Hi Hi My name is Meilis It sounds like my name Yeah My name is Meili And you? My name is Heiti My name is Heiti My name is Heiti Heiti Your Polonaist Living in Nestoria Just Friends Just Friends not gay friends Just Friends 這一間建築好特別喔 塔林每一棟建築都有不同的顏色 這一個是聖林教堂 它有一個白色的高塔 它鑑於是三到十四世紀 外面這一個木製的時鐘是塔林最古老的公共計時器 這一棟黃色的是大基爾特之屋 它是一個博物館 這裡是市政廳廣場 旁邊有很多的餐廳 這一個是塔林市政廳 它有六百年的歷史 它是東北歐唯一保存有哥特式建築的市政廳 市政廳跟市政廳塔樓開放的時間 上去的話要四歐元 這裡是入口 好可愛喔 這個是聖尼古拉教堂 它現在是一個藝術的博物館 有一間電影院 這種石頭路走起來就是有古老的風格 有一條街的名字叫做沙烏娜 這個是馬鈴薯沙拉愛沙尼亞人 在過生日的時候都會吃 然後這是魚的一個sandwich 這樣子兩個是八歐元 有小黃瓜 馬鈴薯 紅蘿蔔火腿 還有一塊番茄 就是馬鈴薯沙拉 它這個魚滿鹹的 不知道是什麼魚 金槍魚之類的 配上這個黑麥麵包 中間還要抹一層沙拉 這樣子一片要3.5歐 小鬼 這個是長腿城門 這一棟是亞歷三大涅布茲基主教座堂 還有洋蔥圓頂的傳統俄羅斯式建築 建於19世紀 哈林最宏偉的東正教教堂 這一面也太漂亮了吧 教堂的旁邊這條街是長腿街 你看那個盤子 這裡是一個城牆 這個人在攀岩 它長得好恐怖喔 它沒有臉 這裡也有一個沒有臉的 有彩虹 這裡又是另外一個觀景點 這是長腿街的路 這一個是聖尼普拉教堂 它好高喔 這一個是貓之水井 它旁邊有一個魔鬼之窗 這個窗戶是畫上去的 這一個是塔林聖母主教座堂 很漂亮 剛才走下來 現在又要走上去了 現在要去一個觀景點 很美耶 而且現在又有點陽光照下來 雖然說天空有點陰陰的 剛剛還有彩虹 這一個風向鏢好可愛喔 現在來到渡船頭附近的這個超市 賣很多酒 這個看起來好好喝喔 它1.99歐元 這個看起來也好好喝喔 這個也是 這裡是菸酒專賣店 它就在Turino的旁邊 所以很多芬蘭人 要從塔林回去都會人手一箱 因為這裡賣得比特爾辛雞還要便宜很多 我買了一瓶這個試試看 西瓜口味的 這裡有七箱 Makro買的 真的是來大肆採購 這個貓怎麼這麼可愛 這個Cider感覺很好喝 還有Rosberry口味的 超級多喔 還有人帶行李箱來裝 用韓的尼古丁 然後這裡有各種的鹽 這是戰利品 還買了推車 要來裝這一些酒 然後帶行李箱來 每個人都大豐收 專業打包 為什麼大家會買這麼多的箱子 基本上因為它是50%便宜 喔50%便宜 我幫忙抱了一箱 他拖了七箱 然後每箱裡面好像有24罐 現在要上船囉 每個人都大豐收 我們是啤酒達人 每個人都拖很多箱子 我們的大船 卡車在登船 出太陽了 現在跟他們一起聊天 滿滿的人 有很多箱酒 就有彩虹 這裡還有露天的甲板 彩虹 上面太冷了 比較少人 這個天空也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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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討吃的 我們要試試看這個 甜甜的很好吃 乖乖 我乾杯 我看不見 我請到這裡 攝影室 して不來 謝謝 我來 我來 太美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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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